這幾集我們會和TaddyCoffee繼續預祝聖誕節 想看更多快點給個Like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汪星人一起感受聖誕的氣氛 開片 今天帶Taddy和Coffee去余景灣玩 因為余景灣駕駛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會叫車去中環碼頭3號乘船 帶狗仔要填一份電子申請表 或者填這些表格也可以 Taddy今天的心情很好 四位女良玩 狗仔要坐在船頭或船尾的位置 想不到中環去余景灣是這麼快的 由開船到下船 不用20分鐘便到了 余景灣已經好像去了歐洲 所以來到這裡過聖誕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碼頭一出就是我們吃午餐的地方 這間餐廳很有名 有很多分店 現在余景灣也有分店 最期待 neighbor 這間餐廳這間餐廳 早餐吃雞蛋冷 Eddierent你們的晚餐 這裡四處都很漂亮 如果我在中環工作 我一定會住在這裡 如景灣現在還有很多聖誕活動 好像今天12月10日和17日 都會有聖誕老天使集 另外還有其他的活動 可以參考他們官方的網站 來到這裡真的可以幻想自己離開了香港 好奇蹟 《天堡靠節》 選 和《天堡靠節》 在《天堡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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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就由碼頭走過去教堂方向 都約我要走三十幾分鐘 沿路都是平路好好走很舒服的 這裡就是如景北老天市場 很美的聖誕寶寺 這裡又立即起每逢星期六日的下午三點 旁晚六點都有噴雪活動 如景北廣場這邊有很多餐廳有露天位置 不知是否每間都可以給狗人 我們先問問 這間韓式餐廳都可以帶狗的室外位 不過已經敷了 韓式這間見到我們抱著狗仔已經耍眼看了 最患是有露天位置 就可以賣外賣坐下吃 這間月式餐廳很好 職員很友善 見到我們帶狗仔馬上歡迎我們 然後就說要坐室外位 但這個室外位是很棒的 對正我教堂 好看 開始了 小型飄雪了 吃飯的時候跟余景灣的居民聊天 他們就說可以叫貨車 就可以不用坐船 直接回家了 不過除了你本身要付的車費 還要加120元 如果貨車要進來余景灣的話 原來還可以坐的士 剛才LalaMove司機跟我們說 原來叫的士酒不用加120元 的士可以進去的範圍 只是余景北廣場和余景灣酒店 如果你們都去那邊看報紙的話 記得叫的士酒 不要叫GoGoGoWang 另外還有一個選擇 就是我們進來的 坐船出去中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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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